香港電影近年求新求變 除了警匪片和主打居民港星的電影 依舊是發燒話題 新鮮導演的作品也開始受到矚目 香港當代電影展 特別網絡十多部 過去一年來出品的劇情長片 在台北上映和台灣觀眾見面 但是越來越後就沒人敢再來 鎮展電影關注的議題多元 有改編真人真事的恐怖片 在精心營造的選擬氣氛中 要傳達的是一段愛情故事 也有導演的鏡頭聚焦女子拳擊手的奮鬥過程 另外青年男女的愛情習題 也是少不了的題材 鎮展作品當中也有紀錄片 曾經榮獲奧斯卡金像獎短片類紀錄片的 華裔導演楊子葉帶來新作品爭氣 進入一群後段班學生 透過參加音樂劇目前幕後的製作 重新找回自我價值 雖然他們讀書不好 但是也是有很多其他的 藝術方面挺好的 他們對自己沒有資產生 所以他們都是對自己沒有要求 所以用這個音樂劇就對他們有一點改變吧 香港當代電影展是台北香港州的一大活動 除了在電影院播放也深入校園做試飲會 希望台灣觀眾透過電影更了解香港 也刺激港台兩地的創作者 激盪出更多創意火花 中央設計者紅黃軍王英文 台北報導 這邊 這邊 這邊